昨天拿下个人生涯在海硕碑单打 首胜的小钢炮梁恩硕 今天在16强赛 虽然是遭遇世界排名较高的希腊对手 但是他打起来毫不畏惧 小钢炮最终只花了59分钟 就以6比3 6比1直落2晋级8强 下一场比赛将对决世界排名 曾经来到12名的德国女将 Sabina Litsky 海硕碑单打来到16强赛事 台湾的唯一希望梁恩硕 对上希腊字母姐Gramatikopoulou 尽管世界排名有段落差 但在地主球迷的加持下 梁恩硕一开赛就表现精彩 首盘的关键第五局 被逼出第一个破发点后成功爆发 下一局又马上破发 延续这股气势以6比3拿下首盘 第二盘一开始 梁恩硕率先破发 一口气连下四局 Gramatikopoulou直到第五局才扳回一城 最后梁恩硕在赛末点赢上网 用一记扣杀结束比赛 中场就以6比3 6比1 直落而获胜 其实对手我觉得他只要让他跑动吧 跑动之后他的失误就会增加 所以今天就是以这个策略下去打 拿下这场胜利后 梁恩硕的世界排名又将上升到260名 而八强赛的对手将会是男缠的 德国女将Lisky 两人同属攻击型选手 梁恩硕也相当期待这场较量 我还蛮期待接他的发球 因为他发球好像很快 所以就试试看吧 除了单打八强赛事 梁恩硕与李亚轩打档的双打 16号也要对上印度组合 台湾小钢炮将迎接一日两战 日日新闻由博志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台北采访报导